在这三年里 我每天都爬到 你的窗户根下面去睡觉 记得有年夏天 我还差点被一条蛇给咬死 真没想到 您那窗户根底下 居然有条蛇 其实它咬了我 我挺高兴的 我当时就想 它幸亏是咬了我呀 它要爬进去 咬了大小姐 那可怎么得了 当时我就恨哪 我把那条蛇 硬生生我给它掐死了 你为什么 要在我窗户根底下睡觉 我在那儿能睡得着 我觉得在那儿 我离得大小姐近 因为我见不到你 我心里难受啊 龌龊 无耻 是啊 我龌龊 我无耻 我不是东西 可当年你是上了 我的花轿的 你是我的新娘 没跟你成亲 我认了 谁让你是大小姐呢 谁让我这些年 一直惦着你 念着你 爱着你呢 我都无所谓 可后来 吴翔还绑架了你 为了救你 我这条腿又挨了一枪 才却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也忘了 我认识你 你可以都忘了 你是贵人嘛 可是大小姐 这会儿有一句话 我希望你能记着 要是哪天海猫死了 我吴天望可一直都在 到时候不管你啥样 只要你招呼我一声 我立马跑回来伺候你 混蛋 过去你招海毛 他用得着我招吗 他成天在战场上 早晚是个死 上回没死是他命大 他总不能回回命大吧 你记住我的话 他死了 找我 我等着呢 还招海毛是不是 谢不谢 谢不谢 打了你 别打了 小姐 你别委嘴我 趁着胳膊扭着腰头 我的话都说完了 这会儿真的要走了 走之前 让我再给你磕个头吧 我 五天王 你这个畜生 你永远 永远再也不要进我的家门 你还要去 一个人 还有呢 赵云 赵云 陈队长 我来我来我来 就你一个人啊 我过来的时候碰着好几个老乡 我告诉他们了我要走 就没有一个人过来送送我 都是没良心的玩意儿 你别跟他们生气 陈队长 来 咱自个儿走 这是要走啊 等等 老乡 老乡 你去哪儿啊 这是要离开湖头湾呀 是 那啥时候回来呀 是不是昨晚那个死鬼吓着你了 你别怕 那死鬼上阵场了 回不来了 以后你随时来 没人对你动枪了 你说什么疯话呢 陈队长 他有病 他是个疯子 你别听他瞎吵吵 走 咱赶路 天王哥 你等一等 你再等一等 等一等 天王哥 哥 这是馒头和膜 这是咸鱼 这是昨天晚上蒸了肉 你都拿上 你以后想吃什么 你再跟我说 啊 老乡 谢谢了啊 别忙 走 唉 大小姐 大小姐 你是来看我的吗 瞧瞧瞧你 唱个半个话 笑什么样子 昨晚跟那死鬼打架来着 气得我一宿没睡 我早上补了个觉才这样 让您见笑了啊 家人以后 我还没有去你们家看看 我能进去吗 小姐要去我家看看 那太好了 有啥不能的 小姐 快 请进屋 走啊 小姐 来 来 坐这儿 小姐 坐 槐花 小姐 坐这儿 虽说你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家了 但是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有些话 有些话我不说出来 憋着难受 想说啥您就说呗 我从小就是您的丫鬟 到啥时候您想骂我 那都随便 你现在已经嫁给一个当兵的了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剪点调 你说你隔三差五的跟你男人吵架 昨天你男人还想开枪打死你 那像话吗 就这事啊 以后不会了 说话算数 以后改 改 不用了 老林马上上去了 就他那样 上去准下不来 以后啊 我就成寡妇了 我想干啥就干啥 再也没人能管我了 小姐你说是吧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你这是在咒你男人死 早知今日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我不嫁 我不嫁我当时还有别的出路吗 我脏了 天王哥不愿意要我呢 老爷走了 家没了 你怕别人说你是地主家的小姐 剥削人配不上海貌 你就让我也走 说得好听 你说要给我自由 可你想没想过我怎么活 说来我还挺感谢老林的 起码他那时候还愿意要我 我给你自由 是为了让你重新做人好好地生活 你竟然说你感激老林 那你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跟吴天王 咋 小姐知道了 虎头丸有不知道的吗 我也是没办法 我一见到天王哥 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女人 可是一换了别人 一换了别人我就不行了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你现在是有夫之妇啊 你头那人女孩有理了是不是 快快我告诉你 海猫回来了 虎头丸现在她说了算 如果你再敢这样的话 海猫绝对轻饶不了你 跟吴天王 小姐啊小姐 我原以为你今天来 是要跟我讲讲妇道 劝我别当破邪呢 原来 原来 你是怕我给海猫添麻烦呀 你瞧瞧 你瞧瞧 你跟我有什么分别 其实这女人呀 都是一个样 一旦你把心给了每个男人 你这辈子也就是她的一个物件 她要稀罕你呢 她把你跟手心里捧着 嘴里含着 那是你的福分 可她也不喜爱我 她一脚给你踹开 哪怕给你踹到臭水沟里 你也恨不起来她 没法子了 没法子了 你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坏花了 我真没想到 你已经自甘堕落到这个份上 好 好 从此以后 就当我们 从来没有认识过 好 好 好 我 我检讨 我们明明没有站好岗 让敌人混进来了 不不不不 怪我怪我 海茂和林院长 去县里开会之前 还特意交代给我 让我认真巡逻 可是我 我还专门带着民兵 四处巡逻 连眼皮子都不敢斩啊 可还是让敌人大白天的 把四个俘虏带走了 我这是窝囊 我请求处罚 大家都别自责 你们都已经尽力了 是鬼子太狡猾 现在关键是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报告 海茂同志 外面有两个人要见您 你 王大庄 王大庄 真的是你 你还活着 凡是真叫我 没那么容易死 再说 你没死 凭啥我不能活着 大庄 你不知道 我被救过了以后 有件事憋在我肚子里 两个月我都没敢问 我一直想找个人问问 咱们依连 有没有战友活下来 我想找人问问 你王大壮到底是光荣了还是 可是我一直没张开嘴 今天见着王天凯同志 我也没好意思问 我海默作为依连指掌 没保护好同志们 我对不起大伙 我哪有脸问啊 海默 你别这么说啊 咱们一起冲冲队死这么多年 那次打冲锋 你都是冲冲在第一阁 你只会战斗 一点毛病都没有 咱不也光荣地完成了 首长交给咱的任务了吗 再说了 命大的不只没有我 还有战友活下来了 有啊 有啊 那 那他们打扫战场的时候 跟我说没有别的喘气的 是这样 因为我被炮弹给先飞了 脑袋正好撞石头上 撞晕了 清商的同志 怕敌人再反扑上来 就把阵机向前推了几百米 那你说老乡上来打扫战场 肯定一个人都没看见 再说玉成 杨哥疯子跟湘月他爹这俩人 他俩可好 一件事你啊 背起来就跑 哪还能见到其他同志了 其实你被背走 没五分钟我就想 我想回胡同安 跟你一起养伤 可伤别那么重 上几枚批准 快告诉我 还有几名同志活下来了 我可炸残疾 还有你我 是不是二枚同志 破了 十二名 到了阵地上 咱们报个数 一百零一名 八十九名同志牺牲了 我这个当连长 我对不起他们 我也难受 可是咱战友 没完事 首长说了 是因为咱们一连守住了阵地 所以友军两个团 才胜利呢 转移到敌人背后 把鬼子包抄了 消灭两百多鬼子呢 干杯 再说点高兴的 这次你回虎头丸养伤 我可掏着了 掏着了 啥意思 我现在是在伊连的连长 上边帮咱补齐了兵力 这次一连 让我齐刷刷地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你看 把他们带回虎头湾干吗呀 王天凯同志 亲自交给我的任务 说把一连带回来 给你指挥 任务是保卫虎头湾 保卫战的医院 太好了 小医夫 你咋也回来了 我可告诉你啊 自从我回了虎头湾 你的事我没少听说 你当兵两年 一回都没回来看我小医对不 我这不是有任务吗 你受过两回伤 可死活不让别人 把你抬回虎头湾来治伤 为啥 我是虎头湾人 我这受了点轻伤 就回虎头湾 人家还以为我想媳妇呢 我招大鲁当兵 就要当最好的兵 这不能让笑虎没出息 不是 好样的 我听说你立了不少功 现在是政委眼里的红人 那是因为政委听说 我是虎头湾人 就问我认识你 我说不光认识 还是亲戚呢 就因为这 政委就跟我熟了 熟了以后啊 只要有兼具的任务 你想起我 都是沾了你的光 我才能立些功 不过跟你立下来 我差得老鼻子了 我小姨 我看见了 看见了还愣着干吗 还不赶紧冲上去 我是回来知青镇回来的 你手里也缺人 让我回来配合你 不是回来探亲来的 哎 两年没见了 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装 赶紧冲上去 不行 别闹 谁跟你闹了 快点 干啥你 赵大龙 到 你是不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 是啊 那我现在命令你 马上冲上去 保证完成任务 快给我松开大龙吧 这么多人看着呢 不 不 按照媳妇吧 听啥总监 你家人不保证 怪难为奇呢 我现在是民兵队长 我忘了 我媳妇现在是民兵队长了 公主 赵大龙 黄大壮 你们俩一块回来了 跑啊 黄大壮 不只是他们俩 还有一个连的人呢 这回好了 咱虎头湾兵抢马壮 好啊 太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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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龙 你怎么一点正事呢 没看见我们在开会呢 还吧同志 继续开会吧 本来啊 今天开会 是我想好的战略部署 可是那个时候 我满脑子想的 都是咱们原来的力量 这不 大鲁大壮 还有一个连的战士 都回来了 我这脑子啊 得再转着再想想 会咱们今天就不开了 赵大龙 两年没回家了 赶紧带着媳妇回家 看看你娘 还有你老丈上去 是 媳妇 走 回家 不行 海猫 你太不像话了 开会说不开就不开了 回家找什么急呀 不是 这会它不是开完了吗 该回家了 你说你 赵大龙 明白 明白 回家了 赵大龙 抱着媳妇回家了 这才像咱交动的爷们 对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在打仗 打仗 人家都是纸上谈兵 你这个是地上谈兵啊 对啊 画地图太难了 再说 这样看得更清楚 你也帮我想想 你看啊 这个 就是咱们的虎头湾 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着 敌人要想偷袭我 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我背后的山路 一条是我面前的大海海路 你看啊 这个 是我大哥的巨龙岛 这个 是我大嫂 你去哪儿啊 若云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今天跟我从小长大的两个人 跟我决裂了 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他们说 他们是被命给逼的 我在想 谁的路 不是被命给逼出来的呢 就像你跟我 要是没有命运地捉弄 能有今天吗 好了 我不说了 我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 你回去排兵布阵吧 我给你做饭去 别 其实我做饭的手艺也不错 今天我给你做 那怎么行 做饭是女人的事 谁说的 男人就不能给女人做饭了 你进屋子里 好好休息一会儿 今天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看上去还不错啊 是吗 那你尝尝 我给你盛饭 所以就由那 小偶 媳妇 水我去倒 我再打一盆来 干什么 该我给你洗了 那怎么行 哪有男人给女人洗脚的 毛主席说了男女平等 今天我非给你洗也不可 我都徹底了 您拿去衣服 我去衣服 这温暖 我才知道 那你太好了 OVER 那我提醒你 我快要不要 这也是 跟老是 你看什么 这么多 你不太洗完 想去 我可以 这好了吧 再洗会儿 再洗会儿 这 还洗啊 给媳妇洗脚是大事 那不能对付 你这可真没对付 我看 你这是故意磨蹭 哪有的事 好了 好了 我不洗了 水都凉了 水凉了 我再给你加点热的去 你还有完没完呀 你要是想给我洗脚 明天洗 后天洗 以后天天洗都行啊 好好好 不洗了 不洗了 我给你擦擦 不用不用 我来 那 我 我去倒水 回来 现在都什么时辰了 你还不睡觉 你现在可是虎头弯的阵长 明天一早 肯定好多人找你有事呢 放那 睡觉 你怎么还没去睡觉 洗脚水没倒呢 就放在这儿吧 明天才到 睡觉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别动 我去 谁呀 露音小姐 是我 王大壮 我找海猫 王大壮 有什么事明天说行不行啊 海猫昨天就一晚上没睡觉 这刚刚睡着了 睡了 你你你你你你睡了也得喊一下 出事了 明明说后山发现鬼子了 有一百多 真的 海猫 海猫 哎哎哎哎哎 怎么发这儿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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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山发现了鬼子 有一百多 多少 二百多也说不准 露音 你先睡吧 我得去一趟 记得拆门啊 好 好 好 注意安全啊 拆门啊 好 你还笑 你混蛋啊 怎么才来 我来的是时候啊 这时候 我来晚了吧 成了吧 你咋笑 成个屁 你害得我给他洗了半个时辰的脚 你傻呀你 咋笑我能洗半个时辰呢 我不是白磨蹭了吗 我让你来叫我 就是怕这个 你还磨蹭 你成心的呀 你怕啥呀你啊 我成心的 我就成心的咋了 你小子咋回事 乌云那么稀罕你 为了你一个人留在虎头湾 你是不是花场子太多了呀 你俩拜躺成我亲的啊 他等你等了这么多年 现在你回来了 又不想跟他入洞房了 你到底咋回事 谁说我不想跟他入洞房了 昨天要不是因为枪险我 今天我后悔了 为啥 你是不知道 今天好悬啊 我在名处 日本间谍三浦在暗处 他朝我开了一枪就一枪 打在了我脚底下 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 一定是故意压低了枪口 他不是不想打死我 他是在戏弄我 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 我已经死在他手里一回了 只要他还活着 我海猫这条小命 就不在我手里 你明白吗 是 我跟乌若云拜过他 我管他叫媳妇 可他毕竟是嘴上 只要不入洞房 他就还是姑娘 万一 我死了 他不至于守寡 守一辈子 大家请看 我脚下的就是咱们的虎头湾 这边是大海 这边是我们背后的青山 假如真的像我们想的那样 小鬼子专门成立了一支精锐部队 要对虎头湾进行报复 那么他们从海上 对咱们进行进攻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看 我看 没这个可能 说说你的道理 大海嘛 就在咱们眼门前 就算是小日本全是水鬼 要想活着爬山岸来 咱们的民兵 那也不是吃素的 就是恶心 对啊 我也觉得没这种可能 你们看啊 那是居龙岛 那是蛇岛 上次黑鲨和竹叶青 跟咱们一起杀过小鬼子 小鬼子想从海上进攻咱们 他们一定会有所顾及 就算不怕咱们的民兵 他们还怕海盗 你们俩说得有道理 所以 从山路进攻 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这是蛇岛 这是巨龙岛 龙六 对吗 对对 三部太军说得对 巨龙岛上的黑鲨 取了蛇岛上的竹叶青 也就是说 这两股海盗现在 成了一伙人 如果我们动用帝国海军的军舰 去进攻虎头湾的话 首先会受到 这两股海盗的干扰 再说 现在八路军在焦东 已经成了气候 他们有了大炮 我们的海军 已经没有了十足的把握 所以 我们现在必须放弃海陆进攻 而虎头湾 南 北 都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要想为腾田指挥官报仇 我们的选择 只有西面的山区了 这西面的山路可复杂了 当年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 我们能在昆域山成立红军的队伍 就是因为这里山势险要地形复杂 容易藏人 为了防止小鬼子 突然偷袭到火头湾的眼皮子底下 我们必须在西部的山区增加岗哨 我的意见是 把原来所有的岗哨 再往山里推进二十里 再往山里推进二十里 有了这二十里 万一小鬼子来了 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减少损失 虎头湾的西边都是大山 山连着山好大的一片 那里的景色真的是很美 我在那儿侦查前后十天 每天在山谷里都能闻到 泥土的清香和叶花的芬芳 简直陶醉了 萧道长 你的道观就应该在这儿 没错 三铺带眷 就这儿 王府头 根据你们的情报 吴乾坤带着他的无姓族人 就在以前萧老道住过的 那个道观对吧 没错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吴乾坤带兵打仗的本事 我是领教过的 既然他带着一百多族人住在这儿 他就一定会在附近 安排他的岗哨和眼线 也就是说 小鬼子想从这条路攻入虎头湾 基本没有可能 正好 我们民兵的力量有限 这条路就交给吴乾坤帮咱们守着 老副头 明天一早 你带一队民兵 沿着这条路往外二十里侦查 帮助民兵选好最佳瞭望点 要求民兵日夜站岗 而且同时站岗的不能少于三日 一旦发现敌情 最少要派两个人分不同路线 回虎头湾报信 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事 明白了 小姨 赵大鲁同志 你们俩负责这条路 我和王大壮负责最北边这条路 安排民兵岗上 和发现敌情后的反应 跟我刚才布置的一样 是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这在许世友司令员身边待过 他就是不一样 佩服 佩服 我是没啥可补充的了 我建议 每隔三里山路就设一道岗 好 山里面轻声传得远 隔三里正好能听得见 小姨想得周到 这样可以大大加快 我们传递情报的速度 就这么定了 幸好你回来了 要不然 我们民兵的人手还真是不够呢 这跟我回来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知道 听说你回来当镇长了 吴家的人一下子热情起来了 就今儿一候赏 来我这报名当民兵的 就有二十多人呢 那以前呢 之前虎头湾所有的民兵 都是姓赵的 吴姓的 一个都没有 这种情况要想彻底解决 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把吴乾坤请回来 跟我们一起守虎头湾 我们必须承认 在虎头湾 吴姓一族人多 尤其是年轻力壮的多 在虎头湾 一大半的房屋 生产工具 包括船只 都掌握在 吴家有钱人手里 吴乾坤在 吴姓一族的心中 有绝对的威信 我们要是能把他请回来 跟我们一起守虎头湾 那我们这里 才真的叫做 顾若金汤 说得容易啊 误会太甚了 我看看 赵香月 赵香月 你给我出来 赵 我在这儿呢 谁找我 这一大嫂子就来找我 您不会也想当民兵吧 谁喊我们家香月呢 吴家小姐 没事 没事儿 奶奶 吴小姐是来找我呢 我请她屋里坐去 来 请吧 这边是我家 咋 你忘了 两年前我就嫁给赵大鲁了 办喜事那天 吴家组长大姥还送了一头猪 咱俩一块儿女样根来着 成亲了 那边就是我娘家 这边才是我家 来屋里坐吧 金汤算了 我问你 海猫是不是睡你屋了 要睡的话 让她出来 跟我回家 你等等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这些话很难懂吗 我知道 你们两个以前 而且是你爹把她从战场上救回来的 你们 你们要是好上了 那就太欺负人了 你让海豹出来 让她跟我回家 你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去她手掌面前去告她 还有你 你偷人 我看你怎么当冰冰队长 媳妇 谁啊 我看你 陆若云 有些日子不见了啊 你咋到我们家来了 对了 对了 我昨天晚上听我媳妇说了 你现在进步了 不但没跟着你爹走 还把家里的下人都撒了 这都不算啊 你还自愿当 当那个那个 十字班的先生 我媳妇说你讲得可好了 我听着都羡慕 等我仗打完了回来 也认您当先生 给您学认字 咋样 我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 对不起啊 赵湘月 对不起 你就当我刚才说的话 全都没说吧 对不起 媳妇 这咋子了这是 你先回屋 没事 吴若云 赵湘月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你就别不依不饶了 不是不依不饶 我知道你不回来 你找海猫是吧 我带你去 你进去吧 应该就她一个人了 对不起啊 说这干啥 也是海猫不像话 才让你误会 对不起 赵湘月 谢谢你 去吧 媳妇 你怎么来了 媳妇 你是不知道 昨天晚上好险 我们差点跟小鬼子交上伙 天快亮了我才回来 我怕你睡熟了 就没敢去打扰你 我就在这儿将就了一会儿 才睡着 差点跟小鬼子交伙 小鬼子一共多少人啊 一百多 小两百 这么多个小鬼子 就你跟王大壮两个人 跟他们交伙吗 哪能啊 那不是政委给我派回来 一个连的战士吗 一个连的战士 都得老乡家说得好好的 总听晚上根本没有紧急集合 别以为我不知道 差点跟小鬼子交伙 小鬼子一共多少人啊 一百多 小两百 这么多个小鬼子 就你跟王大壮两个人 跟他们交伙吗 哪能啊 那不是政委给我派回来 一个连的战士吗 一个连的战士 都得老乡家说得好好的 总听晚上根本没有紧急集合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是是是 是民兵心疼战士 就没让他们参加 昨天晚上的战斗 民兵 民兵集合是要吹集合号的 我怎么没有听见 说吧 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骗你 我骗你干吗呀 好 还不说是吧 我现在去找你们政委 让他评评理 看看有没有你这样欺负人的 媳妇 我啥时候欺负你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 为什么 好 我说 我怕你受寡 若云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的命现在不在我自己手里 这个时候我要是跟你 我就是把你害了 既然你来兴师问罪 那干脆 我就把话说明白 我要是死了 就请你忘掉我这个老欺负你的坏人 你读过书 有学问 到哪个城里的学堂 当一个正经八百的先生 都富富有余 如果有个好男人追求你 你就嫁给他 然后一辈子都不要跟他提 曾经有一个人 叫海猫 海沈娘娘 我无论一面怎么这么苦啊 嫁给了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 海沈娘娘 您跟我平平理 我这辈子 到底活得值不值得呀 若云 海猫你听着 就算你一辈子不跟我入洞房 我已经已经是你的媳妇了 就算你不喜欢我 不愿意要我 那我就受一辈子活寡 我吴若云说到做到 你自己看着办吧 若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当年算计我的那个鬼子间谍三谱 他又回来了 杀了民兵就算容留的一定是他 昨天我差点死在他手里 这个敌人不除 我真的睡不踏实啊 媳妇 要不这样 你再等我几天 我有一种预感 快了 我海猫很快就要跟他对上面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除了这个间谍 我向你保证 一旦我取得了胜利 我一定撒了花似的往家跑 到时候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 咱们两口子立刻入洞房 好吗 你说的话 我还能信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昨天说我不对 我不该骗你 可是我怕我把啥都告诉了你 你担心我 何苦让你提心吊胆呢 我啥也没干扰啊 我啥也没干扰啊 你看见了又咋地 说你啥事 不是 昨天咱说好了吗 就是一大早 带民兵去二十里外选岗上吗 没事 你要没时间这点事 我一个人就办了 你接着抱抱 接着抱 在外边等我 媳妇 你都听见了 我要去执行任务了 这回我说的都是真话 一句都没骗你 不行 我现在已经不信你了 除非 你在海神尿尿面前 说你爱我 好 教授 海神尿尿 刚才我媳妇说的话 您都听到了吧 其实不用我说 您也知道 我心里边只有她 我 我 我爱吴若芸 哎呀 这个字 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 我换种说法 我心里边啊 贼稀罕我媳妇 可是如今大敌当前 要是不杀了这个三仆 我干什么事我都觉得别扭 我向您老人家保证 我刚才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 我要是能亲手杀了这个大间谍 我就立刻赶回虎头湾 跟我媳妇吴若云入洞房 满意了 让你说一句 谁让你说这么多句 就会刷嘴皮子 走吧 沈娘娘 您说我这辈子是好呢 还是不好呢 好不好得 谁让我爱上了这只猫呢 以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讲过这个字 爱 爱是人类最伟大 最美好的感情 一旦爱上了 就是一生一世 始终不渝 求海参娘娘保佑我心爱的人 欣赏事成 只有她欣赏事成了 我才能真的做她的妻子 她才能真的 做我的丈夫 超監督 嗯 那一晩時間与了 想着了嗎 昨天説明的作戰 問題是有問題嗎 那是… 那是… 一人一人答えてみろ 大家的計劃是很正確的 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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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浦執官的計劃是很正確的 小姐長 唯一的問題是 完全沒有問題 咱們 這麼高明的指揮官 他最近出來的計劃 怎麼會有問題呢 完全沒有問題 容量 沒有問題 您說得對 要進攻虎頭灣 必須通過西部山區 不過 不過什麼 兵力要大大的 看來你是經過認真思考的 因為你心裡清楚 八路培養出來的民兵 非常的厲害 你吃過他們的虧 所以 要想進入西部山區 必須依靠強大的兵力 對嗎 對對對 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 你們也 你們是你們的 大日本帝國的軍人 你們 你們 也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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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昨天 我们是对着这个沙盘分析 没有任何务动 可是我们想到的 难道海猫就想不到吗 他要是一个愚蠢的敌人 当年我们就不可能失败 腾天指挥官就不会惨死在虎头湾 所以 我决定 放弃之前制定的所有作战计划 放弃计划 那您的意思是 进攻虎头湾 要进入八路地盘的内部太危险了 所以这仗不打了 不 上次的失败 是我今世生涯中最大的耻辱 腾田指挥官在一个小村庄 战死 是大日本帝国在焦东最大的尺路 两年前 参加那场战争的所有敌人 必须逮死 必须逮死 是 好 这个点选的好 这个位置距离上一个岗哨不足无理 这个位置距离上一个岗哨不足无理 有点 而又是制高点 容易观察敌情 尽急的时候可以直接开枪 给下一个岗哨报信 定了 就他了 好 好 这个点定了 下一个点继续 你先走 今天忙完 你得去看看你老丈人吧 是 我比你还急呢 那老头儿子脾气古怪得很 这要是知道我回来了 不去看他 指定要挑我的眼 是啊 不过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虽然这吴乾坤跟咱们有误会 但是他对我绝对信任 你信不信 这回只要我亲自出马 我指定能让吴乾坤 带着他的队伍回虎头弯 我一点都不信 不信 好 咱们走着瞧 不信 我们家湘岳这民兵队长当的 绝对秤主 布置岗上 安排巡逻这套本事 那比我家当了两年兵的都强 我们这条线就都安置完了 湘岳还安排了干部文流值班 他民兵队长带头 今儿就没回来 住山里头 老伏头 您那边怎么样 全靠这玩意儿 啥意思 为了不跟吴乾坤的人 发生冲突 我们一边不准港哨 一边往他那边的山沟里撂望 见着吴乾坤了 吴乾坤那见着 不过发现个老朋友 谁 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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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啊 我怕我老演昏话看错了 又怕经着对方不敢靠近 就远远地跟着 基本上是隔了到山梁 一直跟到海边 足足跟了有两个时辰 海边有船接应他 是 可我还是不敢确定 就让他们几个跟着一起认 错不了 就是黑沙 他手下那些人 我们也都认得 是 黑沙手下的人 你们怎么会认得 两年前我们碰过面 就在虎头湾呀 海猫你不知道 虎头湾人对海盗 尤其是黑沙 那是又怕又恨的 因为大小 爹娘就告诉他们 他们的仇人就是他 可又有谁真的见过黑沙呢 所以上次啊 好不容易碰的面 大伙都把眼睛睁得大大 就是为了记住 海盗长什么模样 没错 那天我嫌眼猪子不够实 黑沙和他手下人长什么样 我全记住了 虽然远 但有这玩意儿 我看见的肯定是 黑沙和他手下错不了 黑沙来干什么呀 看着意思啊 像是笨倒灌来的 他在摸吴乾坤的住处 坏了 还要找吴乾坤报仇 龙仔真乖 妈妈你借好小鞋子 妈妈给你穿鞋了啊 龙仔 好不好 真乖 儿子 来 龙仔 龙仔 你看谁来了 儿子 我的小龙仔呢 你可想死爹了 来 两天亲一口 来来来 来来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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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回来都把我儿子给弄酷了 姑姑 把龙仔带回去 让他睡觉去 好嘞 龙仔咱走喽 儿子 他把儿子抱走了呢 我还没心狠狗呢 再让我抱会儿啊 你抱 我抱你 你抱你 你抱你 别闹了 你们还说说 这你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呢 你男人亲自去办的 能办不妥吗 再蒙个头发 我出去跟你说 我跟你说 自从离开虎头湾 吴乾坤这个老东西 就带着他的亲信 住进了一个道观里 你还别说这个老东西是不白给啊 那个道观 还真是不错 神山老林 尽可攻退可守 附近 有站岗的 放哨的 排兵不振 也很有分寸 不过啊 摸了三天三夜 我把他那些岗哨 那些漏洞 全都给弄清楚了 哎 昨天夜里啊 我就带着兄弟们 摸到道观跟前了 想拦住我 除非他是天兵天将 嘿嘿嘿 这么跟你说吧 打仇就要报了 龙仔的爷爷奶奶 就是被这个老东西给逼死的 我要是不能给二老报仇 那你说将来儿子问起我嘞 我怎么跟儿子交代啊 可是 毕竟不是在海上 胡乾坤 藏在深山老林里 就算你能摸到他跟前 你有必胜的把握 一旦交了火 一旦交了火 时候长了 咱们是要吃亏的 时候长了 谁跟他练战呢 我早想好了 为的就是杀人报仇 我压根不跟吴乾坤打照面 不打照面 不打照面 你这仇怎么报啊 媳妇啊 我跟你留了个心眼 我没告诉你 你听我说啊 去年冬天啊 居龙岛干了一桩买卖 有一条船啊 经过我们居龙岛附近 那条船可大 要全把它截下来有点难 后来兄弟们就上了船 截了不少的货 这货里边啊 还真有不少好东西 看见没有 这是日本造的 我试过了 可好用了 要不要 爷们给你弄个响听听 你这个大老黑啊 干啥啊 你有个当地的样子吗 你整这么大动静 你不怕吓着儿子啊 不用怕呀 我还傻的儿子 怎么会被一个放炮吓着呢 那就没事 你知道这玩意叫啥 手雷 我们进了好几大箱子呢 有两百个 只要我带着兄弟们 摸到吴乾坤的道观附近 我们就一起把手雷扔进去 用不了两百个 谁多个 就能把那道观炸成平地 吴乾坤也就炸成灰了 他死了 大仇不就报了吗 还用打照面吗 这个主意不错 既能报得了大仇 又不会有什么差错 那就这么办吧 给我留心眼是吧 不告诉我是吧 你给我递好了 扔了手榴就给我闪人 不要恋战 要是你出什么差错 我跟龙子儿 我们娘俩该怎么办 放心 听媳妇的 绝不恋战 炸死那个老东西 就算完事了 好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后天 我在居龙岛上 选了二十个兄弟 他们带上所有的手雷 都跟我过来了 待会儿你跟姑姑说一声 让他给我兄弟们 做点好吃的 吃饱了睡好了 明天就从你们的舍岛动身 趁着夜里 绕过吴乾坤的岗哨 后天天亮时分 就能磨到吴乾坤的道观边上 那吴乾坤的死期 也就到了 原来不是说好了 来娘等龙子儿的爷爷奶奶 忌日的时候再报仇 怎么一下变得这么急了 不能再等了 我那个兄弟回来了 海猫 海猫他没死啊 可梦 没死啊 他不但没死 还回到了虎头湾 当了八路的镇长 这我要再不动手 我这手还能抱吗 海猫 海猫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要回来吃晚饭吧 对不住对不住 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所以晚饭我没有做 我以为你好不容易找了个由头 不定几天才能回来呢 我错了 我现在给你做晚饭去啊 不用了不用了 你这是要去给十字班上课吧 对啊 不用去了 我刚从那儿开会回来 今天的课我帮你请假了 为什么 家里说 黑莎 是 海盗醉忌讳上陆地 可这回他不光来了 还进了深山老林 冒这么大险为啥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要亲手杀了你爹 为自己的爹娘报仇 那怎么办呀 咱们必须兵分两路 我这就上一趟巨龙岛 可是这天马上就黑了 我就是要趁天黑 不然我怕一靠近巨龙岛 就被他们掀翻了船 也是 我就被他们掀翻过船 我趁天黑 摸到巨龙岛边上去 等天一亮我就登到 不然 我怕我根本见不到黑莎本人 他为什么不见你 你想啊 好几年了 他早不报仇晚不报仇 偏偏我一回虎头弯 他就要报仇 为啥 他知道我跟你的关系 他就是怕我回来 会阻止他 所以才要赶紧下手 他要是知道我去找他 他能见我吗 那 那我呢 你马上上山 把黑莎药算进你爹的事 告诉他 让他有个防备 你爹住哪儿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其实我去过好几次 我想也是 当闺女的哪能不惦记爹呢 山里有野兽夜路不好走 你一定要小心 你放心吧 前几回去看爹也是夜里去的 主要是怕别人知道 我们现在就出发 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不用了 那怎么行 你现在是有媳妇的人了 既然回了家了 媳妇就不能让你饿着肚子走 那我在院里等你 嗯 这么兴师动众 这里面有肉还有膜 拿着 这个是米汤 中午熬的 有点凉了 你也拿着吧 媳妇给拿了 白水都是甜的 何况是米汤 凉点怕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我是去当睡客 又不是去上战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总是特别害怕 我怕跟你分开 我怕 不怕 接着 替我给咱爹磕个头 前面就是这种岛吗 对 咱们得绕到后边 上岸 然后从后山爬上去 可是 后山全是全崖小壁 太军们行吗 等着 要不是在水里 我肯定会出你耳光 我是三部先生的部下 一个游戏的特工 你就是在乎没有门 对不住太军 前面等着 成六 你 你的命 是我亲自冒险到虎头湾 救回来的 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 替你弟弟报仇 三部先生 只要能为小秦报仇 我荣有就是肝脑徒弟也在所不辞 你吩咐吧 好 我现在接到线报 说黑沙不在俊龙岛上 你跟我说过 巨龙岛地形虽险 但只要有足够的兵力 你就可以攻上去 是的太军 那好 现在机会来了 去端掉黑沙的老王 然后再请军入魂 替你弟弟报仇 遵命 太军 开路 走 走 太军了 你不会是想从这儿爬上去吧 回 好 太军了 真厉害 跟上 这个地方只有这两个港肖吗 对 就那样 喂 这些人尽不住 我都得到了呢 我都得到了 这个地方只有这两个港肖吗 行动 大河 咱们并分两路 我走这边 你带人走那边 好 尽心 尽心 快 快 跟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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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龙龙 你小子给日本人打开钱了 去你奶奶的吧 这位上 也是 你 六哥 有几个跑的 怎么跑的 跳海报的 没船吧 没有 我们怎么能让他划着船呢 那就好 三浦太军是怎么说的 巨龙岛那么大 也不可能杀光所有的海盗 如果有人给黑沙报信 这个后果你想好了吗 请三浦太军放心 我尽量不放走一个海盗 不不不 如果没有人给黑沙报信 你怎么给你弟弟报仇呢 那您的意思是 巨龙岛和蛇岛距离有多远 不远 靠游泳需要多久 那就远了 怎么也得有个一天半休了吧 那好 你就利用这段时间 给黑沙布置圈套 就像当年 海猫和黑沙对付吴江海那样 明白了 太军 龙三 这巨龙岛的地形我最熟悉了 三浦太军说 这伏极黑沙就由我指挥 好 龙三 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都有你指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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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回来了 姑姑 就得你了 我坐下坐下 好嘞 看看 是你爹回来了吗 儿子 龙子尔看看 看我们龙子尔多贵啊 儿子 来来来来 给你爹喝点酒 老黑 怎么能让儿子喝酒呢 没事 媳妇儿 咱俩喝一个 龙子尔 你看 你爹哪儿喝酒呢 来来来 媳妇儿 谢谢这龙子 给我生的这么个好儿子 来 都干了 大冬家的 今儿个晚上 让龙子尔跟我睡吧 为啥呀 你看看 这不是姑娘回来了吗 好好好 谢谢姑姑啊 你爹哪儿说什么呢 我的好媳妇儿啊 不行 我是你男人 你是我媳妇儿 啥不行啊 真的不行 我离开你多数日子了 想死我了啊 你想我你也不行 恐怕得好几个月都不行了 啥 啥不行啊 你个笨蛋 这都不懂 我又有了 我的天哪 爹 娘 你们那儿媳妇儿 她真争气啊 她又有了 媳妇儿 这回跟上回可贵一样 一口酸的都不想吃 尽想吃辣的 酸儿辣女 应该是个小鸭子 老黑 你不会嫌弃吧 我黑啥就要有闺女了 我为啥要嫌弃呢 我妹还喂不过来呢 闺女好啊 闺女好 好准她跟她娘一样去 我爷 我爷 好好好 来来来 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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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闺女啊 好 大爹 你现在 可是有儿有女的人了 这次报了仇 以后再有冒险的事 咱可不干了 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 啥都没有咱们一家人 在一起平平安安地要紧 媳妇说得对 都听媳妇的 大小姐 是啊 就是大小姐 快 大小姐 小姐 您咋又半夜来了 老爷上回不是说了 不准了吗 这万一碰着野兽 那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赶紧带我去见我爹吧 好 对了 爹 海猫还说 让我替她给您磕头呢 她自己不来磕 让我闺女替 你别磕啊 我不认证 磕了也白磕 爹 爹 什么爹 有她这么当女婿的吗 给老丈人磕头让她媳妇提 什么东西 我不是跟您说吗 她急着去居龙岛了 多余 瞎掺过个啥呀 这么好的机会 别给我搅和喽 您说什么呢 爹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明白了吗 她是怕黑沙算计您 不就是个臭海盗吗 她还算计得了我 我告诉你 她昨天摸到了刀馆边上 你得我知道 什么 您知道 就是知道得晚了点 要不然 能让她活着离开 怎么 老爸 不信 老爸 你给我进来 二叔 大哥 找我 你把昨儿黑沙的事跟他说说 前几天赶上舒服 把黑沙放进来了 等你爹和我得到信以后 他已经跑了 其实要是生追 不见得追不上 可你爹这意思 两年前的虎头湾黑沙 也算是我的恩人 有来勿枉非君子 我放他一回 也算是扯平了 洛宇 明白了吧 黑沙要是再来 我们照样放他进来 不过进来容易 想要出去 连门都没有 这个孽障 占据了聚荣岛这么多年 他截过我们的渔船 杀过我们的渔民 这次他找上门来 那正好 你爸叔说得对 这几十年的恩怨 该了解了 爹 您之前不是答应过海盟 要一信一打鬼子吗 您现在怎么样 我可没向聚荣岛 找他的麻烦 是他要来算计我 那可就对不住了 在这儿说了 自从你爹 宰了腾田之后 小鬼子好像是被吓住了 这两年也不见影了 可我手下这支队伍 天天列兵 艳艳擦枪 他总得有个用武之地吧 听说黑沙要来 咱们无形子弟 个个摩拳擦掌 爹 黑沙人挺好的 我去过聚龙岛 他还没把我怎么着啊 您可不能啊 再说了 黑沙可是海猫的 败把兄弟 洛元 你是我闺女 你给我报信 爹从心里感激 怎么 这么快 胳膊主就向外了 替海盗说话呢 反正 反正你不许杀黑沙 他也不会来的 我相信 海猫一定会拦住他的 他要是听选 算他黑沙命大 他要是敢来 那就让他尝尝 我们无形子弟的厉害 行吧 那既然您已经知道了 我这次来就多余了呗 那我就连夜赶回去 省得别人看到了 起疑心 回去走 爹 我是怕你给黑沙通风报信 爹 您说您留着那些子弹 打小鬼子不行吗 你还真是要给他通风报信啊 我 我 你呀 哪儿也不能走 你不来 我还要派人去接你呢 骨头湾最近不太平 鬼子派了奸细进去 宰了好几个民兵 你以为我不知道 爹 没事 骨头湾现在安全得很 再说了 我就算想给黑沙通风报信 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那也不许走 爹想你了 就留在爹的身边 什么时候虎头湾太平了 舍不住再说 共产党把海猫给派回去了 这回动静小不了 我就在这深山老林里我不怕 我倒要看看 那些穷人队伍 能不能打过小鬼子 你可没有一只 你没放在海 我装着你 我 рассказ了 往后 在把握 我就 哦 好了 好了